DFM 上的網頁遊戲 «Oblivius» 現在也以晉級的 《阿斯托拉 諾倫之秘》的名稱登上手機 並且搶先在中國地區測試囉 玩家將扮演一名在魔界生活的少年 某一天召喚出人類諾倫 以及人類騎士查理儀式 在諾倫和查理的討論之下才發現 少年其實也是個人類 而知道許多真相的諾倫 卻因為記憶模糊而想不起更多的事 為了幫助他恢復記憶 就這樣和英雄們踏上了冒險的旅程 遊戲的戰鬥為回合制 玩家可以決定每回合角色的攻擊順序 戰鬥時只要角色進行攻擊 就能夠累積能量值 集滿後在下一回合 就可以使出強力的角色技能 除了可以跟英雄培養感情之外 還有一個十分特殊的卸妝系統 只要消耗能量就可以對英雄的衣服進行破壞 進而改變英雄的穿著外觀喔